主席總署 一個今天早起公佈了六月份的失業率是四點一四趴 因為比較規制的關係 比五月份增加二點零八趴 另外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 這是一個平均的薪水 只有四萬八千七百二十五 這也比幾年減少差不多減少二點一六趴 這是創下四年來的新鮮 收集的追蹤 可以說是倒退率 倒退到十六年前 受到這麼多應該表現影響 主席總署再去公佈六月份 下日是四點一四趴 比五月份增加二點零八趴 下輪數是四十七百三千人 比五月份多一百人 其中因為頭一次出頭路 所以是一個人多一百兩千人 主要的高就是因為這個 應急畢業生在尋職 因為同路勞動市場 他有一種某個期 所以學校剛畢業 他需要有一個尋找工作的一個時間 六月份四年會戰當中一萬一 少年做婚最多 二十回到二十四回 四夾路是十三點三四趴 比五月份多零六趴 二十五回到二十九回 四夾路是十四點一三趴 也加零一百趴 台下家一上聽到人 四夾路是五點二五趴 加零點二九趴 主席總署之子 他叫翁蕊 七八月四夾路 整個庭行一定聽到新冠 這個暑假過後 九月以後 這個磨合期慢慢過了以後 如果整個經濟情勢呈現穩定的狀況下 九月份以後 那失業率大概就會呈現下降的情形 另外一月份到五月份 平均薪水是四半九千七百九十七 戶 年減零點七六趴 主要是受到年齊 秋雄減少花紅年中 加接候中間的應用 那是國際口渡 港基幹部的基礎 一點四四趴 是創下這四年來最多 是一平均薪水 均加減零點一六趴 目前是一平均薪水 還有不如一九九七年的追蹤 實際新水度退十年 另外主機總署也公佈 國管市下輪 其中 台北市 吉南市 吉南館 通館 台南市 國雄市是四點二趴 相對是較高 新地館 跟各個市是三點九趴 相對較低 吉南館 通館 通館